欢迎收看顶尖投资秘笈 上次节目我提到 金格企业在1326.6之后 是有条件上升到1351 最后在6月7日的高位 见过1348.3 都是接近我说的位置 但是在见过高位之后 回落得挺快的 昨天已经跌到低见1320 之后反弹了 这次回落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 就是获利盘涌现了 因为在短时间 好友都见到是升了70多元 所以都想止赞离场 另一方面 当然是美国和墨西哥达成协议 令到股市的走势是上升的 资金落官了 留入股市就不炒金了 所以令到金价回落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低位有支持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整数位置 通常都是一些心理关口 所以1320有支持很正常 另一方面 就是6月4日的低位 也是接近1320附近 以及有一些新的风险事件 提过了 中美货战其实是双面人 虽然会令到资金撤离 中国的时候 对美金有个支持 导致金价和人民币 有时会齐升齐跌 但是中美货战升级的话 亦都会打击股市的信心 令到金价 有时会提振到的 刚好就是最近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就说 这个月底的 G20峰会特集会上 是不会有中美货协议的 所以令到 风险的因素 又上升 看到美股 昨天都是要 微跌收场 所以金价也在1320这些位置有支持 收回到1326.6的楼上 收到1326.8 所以仍然是有机会再次挑战1351 所以在这些情况 我认为大家的投资组合里面 都是要有一些黄金去摘袋才行 另外就是因应不同的情况 我们知道美元 也是一个避险货币 所以我认为大家也可以兑换美元 所以就是看着 金价如果真是 今天跌不穿1325.2的话 相信是可以见到1351 记得 就是要换一些 以上投资策 紧攻参考 投资者一定要量力而为 多谢大家